众生 生命殿舍 以大慈大悲心 孤独众生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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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涛法师救护一些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海涛法师救护 有 sac光 海涛法师救护众生 贝司救护众生 他们并且看见 她就要 АрKa 孤独众生 获得 有人 我應該在這邊也講過 三十七頌或是菩提道次第 他說我希望大家能夠把它背下來 那你要串洗 因為這個是佛法的綱要 這些歷代祖師大德太慈悲了 中國法大師吳祝賢菩薩 就像集天菩薩 就像玄奘法師都好 太虛大師 他們把這些三藏的精要 跟自己累積的實修 寫成這麼樣的綱要留下來 這是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生命永遠就融入在我們的心裡面 讓我們不用再去繞一圈可以走捷徑 你可以馬上抓到修行的要點 一百四十三頁 佛子行三十七頌 我最愛的就是第一句話 諸佛正法無來去 唯一情形立眾生 諸佛正法無來去就是空性 你了解的真理就沒有分別了 不生不滅了 沒有生沒有死了 你要了解空性 雖然諸佛正法是空性 無分別無來去的 但是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唯一情形立眾生 我們在以這種空性無所求為基本 唯一要努力的就是 利益廣大無量無邊的眾生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了解我的心態 我一直跑一直跑 跑到這邊來我們要廣修功德 各位在這邊不要閒的沒事幹就睡午覺 你不要廣修功德 所以我每次到每一個地方 都是到倫敦幾天 巴黎幾天一下就要走 所以我們就很積極很積極的 一有空檔 任何一個地方都是可以修慈悲性的地方 可以節緣的地方 可以體悟空性的地方 到生命最後一秒 包括得癌症也利用癌症來修行 愿所有的癌症發生在我身上 愿眾生消除癌症的因這樣 愿我所有得癌症的母親都我來發怨 你癌症你都用菩提心來癌症 所以懷著菩提心生老病 懷著菩提心死亡這才是修行 而不是說你修菩提心的 你就不會老 不會病 不會死 那不可能 只是同樣這些變化無常 這些快樂痛苦 你都轉為佛法的修行 那如果你要做到綱藥 菩提道次第色頌 或是佛子行三十七頌 太容易讓你了解全部了 那所以吳祖賢菩薩 替我們寫下這個 然後我們大家唸一遍好不好 唸一遍我就可以休息一下 我們詹江法師帶著各位唸 我們詹江法師有個特色 不會唸錯字 很奇怪 我這樣講他就有壓力了 等一下一定會唸錯字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一個人不會唸錯字 人家過去有修才行 有些人你給他唸十個字 他至少四個字唸錯了 搞不清楚 那代表你過去罵過經典 亂丟經典 一讀到經典就會唸錯 罵人都不會罵錯 但是講壞話很會講 講好話講不出來 所以修行也會變成有這個障礙 好 念一下 佛子行三十七頌 《盡禁觀世音菩薩》 诸佛正法无来去,唯依情形立众生,上师观世因尊前,横以三叶恭敬离,正等正觉无上乐, 从修正法而出身,修法须依明行药,故当宣说佛子行,此生信德侠满船,生死海中度众生,故于昼夜不空过, 闻思修是佛子行,贪所爱方如水深,称所怨恰似火热,妄直取舍成暗顿,离家乡是佛子行,远恶近故或见见,离善乱故善自真, 心注于法生定见,依静处是佛子行,情有伴随须离别,财宝积聚中期捐,适者且宜生社去, 初离心是佛子行,一笔若使三独掌,毁坏三学诸作业,辗转丧失慈悲心,远恶又是佛子行。 我昨天讲过,当你在念的时候,你的声音融入于外面的所有众生, 心中的众生,或是你去过的河边, 所以我去过英国,美国,加拿大,我跑过很多地方, 所以我要把这些地方,这些人事物放在我心里面。 所以我们在念佛修行,还是跟他息息相关。 所以为了众生产生这个连结,在念经, 这个叫大秤的心态,不是念给自己听吧。 大秤的心态,是我在念的时候, 也透过我的心的实修,实修我真心要这样做, 以实修的功德,然后又能够融入于对方的心。 当下你就给他超度了。 所以我们《诵地藏经》很认真念给他超度了。 我们念普门品很认真念, 它消除病苦业障了。 那各位养成这个习惯,就是说, 你不离开空性大悲心菩提心的, 在念佛、在诵经,在做每一件事情。 就像各位你在煮饭,煮饭就是上供下施。 饭菜的味道好香啊。 所以你二十四小时,你一天要做三次的烟供。 那个饭菜的味道,上供三宝, 加持回向六道众生,冤亲在主, 都得到这个饭菜的香味。 而且煮饭菜的时候, 希望吃到这个饭菜的, 都得到了三宝, 还有个人功德力的加持。 就像老和尚给你写个书法, 阿弥陀佛的具足老和尚一辈子修行的结经, 就在这四个字里面。 因为他用心的融入在这里面。 所以我想你在这边念经, 那是要跟世界跟法界连在一起。 我觉得缅甸佛教有个好处, 那个白线, 下回我来这边, 对好线也牵在我这边, 我牵了一条。 就是说佛菩萨的透过这条线, 然后来给我们加持, 每个人都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那这个叫空性, 从有形的线, 达到了无形的心灵的连结。 所以你在念的时候, 上彻三宝, 下彻地狱, 上供三宝, 下彻六道众生, 你是一个连接点。 所以你在念佛诵经词咒, 那你的日常生活的深口意, 都是做佛教的实践。 不离菩提心的, 佛教的实践。 穿衣服是一种菩提心的实践。 穿的柔和忍入衣, 走路的时候, 解脱到菩提道的实践。 上厕所的时候, 断贪秤吃, 布施甘露的实践。 那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各位, 你要有禅修的习惯。 禅修习惯, 并不是说光打坐, 那打坐是很好的助缘, 非常好的助缘。 但是你要把这个禅修变成一种, 非打坐的禅修叫下坐。 日常生活的, 保持正念的修行。 那当然你必须要不断的练习, 不断的练习。 让自己融入在这个法里面。 所以我简单的念一遍。 一开始起请, 敬礼, 慈悲的本尊。 三世诸佛, 慈悲总集, 观世音菩萨的加持。 那诸佛, 正法, 每一个佛所讲的真理, 就讲的就是空性, 般若智慧。 但是由般若智慧产生行为的实践, 就是慈悲利益众生。 所以唯一情形要广力众生。 那你决心要这么做, 要祈求本尊的加持, 就是观世音菩萨。 上师观世音菩萨尊前, 永远分分秒秒以身口意, 身体做慈悲的事情, 嘴巴讲慈悲的话, 心里面以慈悲心去实践。 这个叫恭敬。 所以横以三叶。 所以我们在密称里面, 然后呢, 身口意, 对不对? 身口意去供养诸佛菩萨。 正等正觉无上乐, 那我们要得到这个菩提成佛的快乐。 那这个果, 佛教不离因果, 从修正法而出生。 那各位要了解, 要能够护持正法。 一个人, 像现在这个末法, 能够听闻正法, 设受正法的少之又少。 邪师当家, 邪师当道。 这个世界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既然要得到, 成佛的幸福跟利益众生的快乐, 那我们就修行正法。 那我们要修行正法, 要了解精髓, 须医民行药。 要了解重点。 故当宣说佛子行。 佛子就是菩萨的意思。 一般归三宝受五界叫佛弟子。 那你发起了菩提心, 那你就做佛陀的儿子。 我认为缅甸佛叫, 师父叫爸爸, 弟子叫儿子, 那这叫佛子。 这个是菩萨道才有的。 所以我们做佛陀的儿子。 那菩萨的行为就是菩萨道。 就像善财童子发菩提心, 那怎么行菩萨道。 所以他要去问这些五十三餐, 这些大菩萨。 所以无助行菩萨给我们讲了菩萨的行为。 第一个, 此生信得侠满船。 那各位这辈子能够脱离三途八难。 得到辖满人生。 所以就像一艘船一样。 那这么难得。 那想要在生死海里面, 众生在轮回生死里面, 我们能够自立利他, 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我们应该不要浪费时间。 释迦牟尼佛一天才睡一个钟头。 其他的时间, 除了禅修、思维, 乃至怎么去利益众生。 故意昼夜, 不空过。 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时间。 不要浪费时间来听闻佛法, 知道什么是烦恼。 思维佛法, 怎么去降伏烦恼。 修行佛法, 怎么断除烦恼。 那你要文实修, 怎么努力, 是佛子行。 第二, 贪所爱笑如水生。 所以我们叫水生火热黑暗强风。 你有贪心啊, 贪, 不管你贪什么, 贪外表, 贪爱情, 贪事业, 那你就想, 苦海里面, 淹在水里面, 贪欲如水。 称所愿, 那你有讨厌不喜欢的对象。 这个人抢我的钱, 抢我的爱情, 然后恰似火热, 那你就变成在地狱里面烧一样。 所以我想啊, 等一下啊, 一人拍一张照, 我们来选哪一个脸, 长得比较不会生气的样子。 我跟你讲, 爱生气, 你看他脸就说, 这个人就是专门管生气的。 没办法。 他就是那个生气的脸, 这个自作自受的。 所以各位, 佛菩萨不是那个脸的。 所以, 因为你不能说你不要惹我, 而是你自己要把称慧的习惯拔除掉, 这个境界怎么样伤害我, 强奸我的身体, 然后抢我的爱人, 我都不会生气。 这是你要设定好, 你不设定好, 那你永远在地狱里面被火在烧一样, 恨了恨了。 忘直取舍成暗顿。 佛教的智慧就是, 什么对什么错, 什么该选择的, 什么该放下的。 我们要执着利益众生, 要放下自私。 但结果你妄想执着, 你喜欢吃肉, 你喜欢漂亮, 你喜欢出名, 你喜欢享受, 那你就愚痴了。 многие军宝将 medio肉 cadre的啦, 吴家乡是出家的意思。 出家并不是光外表出家, 是内心里面要出力贪吃, 因为, 如果你有贪吃那你就会再溜到, 受苦轮回, 水深火热黑暗裡面, 那既然要断餐生吃 那各位要清靜道場 依靜處 遠惡近故或見見 所以各位要遠離不好的環境行為 不好的朋友 不然你就不斷的在煩惱 每天找你去打麻將 每天找你去跳舞 每天找你去投機賭博 那你要遠離這些不好的境界 所以佛陀制定六災日 甚至各位在泰國緬甸 有這麼多清靜山裡面的道場 離散亂故散之爭 除了外在的環境 內在更重要 你內心裡面不能想路非非 無視亂想 散亂 幻想談戀愛 幻想那些 然後那就散亂 貪 撐 愛睡覺 懷疑 亂想 吊舉 那這些你要消除掉 你要保持正念 所以心注意法 要把內心不離開佛法 相信因果 體悟空性 不離悲心等等 就是產生八正道的正見 所以身定見 你有一個決定的了解 所以知道我們生命的目的 是要斷探真實 是要圓滿大悲心 一盡處是佛子性 所以甘波大大是叫我們轉心向法 所以你要去思維生命的苦 輪迴的痛苦 善惡果報 人生難得 那你要透過文師修 也了解了貪嗔事實痛苦 這個淨處 並不是說 跑到一個沒人的地方 而是說 讓你能夠 內心裡面保持佛法 修行的地方都可以 在行為上 在家庭上 像各位是有家人 第四 所以親友伴隨須離別 特別是女性 女性很重家庭 老公回來吃飯就快樂 兒子回來就吃飯快樂 跟喜歡的人吃飯就快樂 這些會讓你很脆弱 很痛苦的 這些各位要想清楚 修行人的特色 就是耐得起孤獨 他不是孤僻 耐得起孤獨 他喜歡獨處 很喜歡獨處 他就可以真正的去修行 跟想辦法去利益眾生 但是他不是一種依賴 所以各位要去思維 親友伴隨須離別 財寶積聚眾期間 你什麼都帶不走 這些錢不是你的 錢是五家 這些敗家子 火災強盜 所以你累積這麼財寶 但你很有錢的你老了 然後再多的房子也沒用 這一點要想清楚 最聰明的人 是把錢放在因果銀行裡面 你懂得不思捨一得萬 你懂得回向成為菩提之良 成為淨土的因 是者且於生是氣 那你的意思 中國人講靈魂 哪一天也會脫離你這個身體 所以各位呢 出離心是各位 不要太執著世間 不要太在乎愛情生命金錢 要學會放下 要學會放下 那學會放下最好的方法 那各位叫 不失金錢 所保安在界 一個人睡覺 思維生死輪迴 念的極樂世界 才是生命的歸宿 要這個出離心 第五 那既然要有出離心 那要遠惡有 什麼叫惡有 就像這個很會講話的 最有可能做惡有 因為它會引導你的思想 但是如果它的發心不正確 它又有一些技巧 像做生意一樣 這個世界有很多邪師 邪師 利用別人來滿足自己的欲望 或是控制別人的思想 因為它喜歡成為一個主宰者 所以它內心裡面是貪生死的 邪知邪見的 但是它卻不斷地去影響 吃越來越強 毀壞山學著作也不用吃素了 本來你在吃素 現在有一些人是本來在吃素 然後他去修行其他宗教 然後他說我上司說可以吃肉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我們要去開會開會 討論討論這樣做對不對 對漢傳佛教已經在吃素的人 我們不應該告訴他說你要去吃肉 那你就 這個就不是一個正確的修行方法 所以如果讓我們升起貪生吃 每天在煩惱錢怎麼辦 你你我我那些都是這些問題 那我們的戒定會都沒辦法圓滿 輾轉喪失慈悲心 不用關心別人 關心我們到場就好了 關心我的師父就好了 錢不要去布施了 這邊更需要錢 你本來可以做廣大的功德了 結果它抓住你了 所以只叫你關心打坐 打坐關心你自己 不要去關心眾生 這也不是大乘的善知識 所以要遠離這個 沒有發菩提心的善知識 好 從六念到十 一筆若令二見盡 功德猶如初月增 教諸自身由愛眾 依善事是佛子行 自身人獻生死欲 世間神奇誰能救 稀有難得佛法身 依善寶是佛子行 諸疾難忍三途苦 二葉果報佛所說 縱使遭遇命難緣 不造夜是佛子行 三界月樂如昭露 請客虛於壞滅法 終不退轉解脫道 啟稀求是佛子行 無始劫來抿我折 母眾若苦我何樂 度脫無邊諸有情 菩提心是佛子行 太好了 念到了菩提心了 所以我們了解了生死輪迴 了解了貪嗔痴 所以我們要脫離貪嗔痴 善之事良師益有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清淨善之事 讓我們勤我們 讓我們的惡業慢慢消除 讓我們的功德 就像初一的月亮 初一 初二 初三 越來越多 越來越慈悲 第三個最重要 教諸自身由愛眾 什麼叫善之事 像媽媽一樣 媽媽自己生病沒飯吃沒關係 兒子要吃飽 善之事他就是一個悲心的菩薩 悲心的菩薩 他是把眾生頂在自己頭上的 所以你要感覺到他真心的關心 我經常用女孩子做比喻 女孩子他愛上一個男人的時候 這個男人是他生命裡面最重要 什麼都很關心他 但是那個是執著的 那是痛苦的 現在關心你哪一天就打死你 你對不起他對不對 就像昨天新聞報紙 有一位漂亮的女生 然後他去他男朋友家給他放火 放火然後打電話給他說 親愛的 你家失火了 原來他放火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男孩子劈腿 外面又有女朋友 他不甘願去跟他家給他放火 結果他還是被抓去關 你這樣做可能會燒死人的 但是就是說不甘願 執著的愛情會不甘願的 我愛你 但是我如果得不到 我就毀毀毀壞你 傷害你 但是一個善知識不一樣 所以佛經講寧可得罪君子 不要得罪小人 君子不會報仇了 小人你一點點得罪他 你完蛋了你 但是善知識呢 教諸自重 他關心你超過關心他自己 這個叫善知識 依善知識 是佛子性 所以善知識呢 你不理他 你罵他 他還是天天關心你 天天回向給你 天天加持你 他不會因為你紅包大包一點 就加持重一點 沒紅包就乾脆不要加持 不會如此 那依善知識以後更重要 整個生命要依止活化身三保 為什麼世間的人或神明 自己都在生死輪迴 怎麼樣讓我們依止呢 所以自生人獻生死 與這一點要分清楚 有些善知識 有些老師說你依止我就好了 這是錯的 他是人 他搞不好都還在生死輪迴貪生 所以你依止他有用嗎 我們依止這個人是要他的法 而不是這個人 但是現在的末法很多邪師 他就自封為佛了 拜我就好了 念我的名字就好了 這一點要非常小心 千萬千萬要小心 所以如果世間的凡夫 自己都還在生死輪迴 世間神奇 這些鬼神也好 天神也好 還在輪迴 所以真正的依止 稀有難得 佛法生三寶 那依止就把生命 投入叫依止 而不是 像各位看你的法心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佛教徒 反正我拜三寶 但是真正的依止歸命歸依 我們的身口意 要按照三寶的教解去做 所以既然清靜善知識 依止三寶 那我們一定要相信因果 所以不要再造惡業 所以諸疾難忍三屠苦 各位要想一想地獄的苦 惡鬼道的苦 畜生道的苦 被火燒 被刀砍 流很多血 那種無量的痛苦 那這些果報 一定是惡有惡報的 所以惡業果報是佛親口說的 真的有 所以各位一定要發願 眾死遭遇命難緣 今天就算我死了 然後我也不要犯戒 不要造惡業 我雖然死了 我還可以升天去極樂世界 如果我為了活而去造惡業而去騙人 那就算我活下來 將來要更多的苦 因為人生苦短了 八九十年下地獄 一百九十年最短了 你想想看 所以各位發心修行了 從今天開始念一下 絕不傷害任何眾生 你要守這條戒 這個叫三歸一戒 你歸一的法 你歸一的真理 絕對佛教叫Ahimas 就是沒有暴力的 不傷害生命的 絕對不要去挑起 傷害動物發起戰爭的 這才是我們基本要做的 歸一三保以後 千萬不要傷害眾生 也不要造惡業 讓自己受苦 再來要有處理心 除了不造惡業 造善業 然後你要進一步解脫生死 三界月樂如昭露 這個世界包括升天 玉界天 色界天 無色天天 叫三界 我們人在玉界天裡面 動物啊 那些軌道都是玉界天裡面 玉界的痛苦的眾生 所以這個玉界 色界就是上界 無色界心靈的狀態 這些三界的所有的快樂 都像早上的露水一下就沒有了 你不要認為一百年很長 現在眼睛一眨眼 哎呀六十歲了對不對 再眨個一下八十歲了 棺材埋好啊 搞不好還活不到八十歲 所以各位你要請客虚愈 都在生生滅滅 睡一個覺就是一輩子了 睡一個覺做個夢 生啊老啊病啊 醒過來 原來在一個睡覺裡面 你就看到了這些生死 所以中不退轉解脫道 這修行的基本解脫生死 所以各位要追求解脫 既然要解脫就不要去探嗔痴 不要執著世間的快樂 但是自己解脫是自私的 媽媽沒解脫 爸爸沒解脫 妻子父母沒解脫 來 念一下 法會功德 回向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歷代祖先 累劫父母 冤親在主 一切眾生 各位每天要念 妻子父母 歷代祖先 你要天天回向 所以無死劫來 生我 養我 各位你想想看 你來投胎至少 沒辦法算了 假設一萬次好了 你就有一萬個爸爸 一萬個媽媽 多少個兄弟姊妹在愛你 關心你 所以無死劫來 這些黏名我的母親眾生 如果我解脫了 他們還在痛苦 我有什麼快樂的 唯有幫助這些 對我們有恩的父母眾生離苦 那才是我們修行的快樂 所以發起 度脫無邊諸友情 眾生無邊誓願度 解脫道是體悟苦而消滅苦 菩薩道是體悟苦也要幫助眾生離苦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而發起菩提心 所以要度脫發起這個願 我們活著就是要幫助眾生離苦得樂 我們知道有佛性 眾生都不知道有佛性 眾生在追求欲望 追求外在的世界 離自己的佛性越來越遠 好可憐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眾生知道 你身上也有如意寶 你不是個乞丐 不用往外求 現代人都是乞丐 給我愛情吧 給我錢吧 給我地位吧 那不是乞丐是什麼 幹嘛快樂去求人家給你呢 快樂在你的心裡面 所以各位要發心幫助這些 那些有情眾生也能夠離苦 所謂菩提心 為利益眾生 願成佛的心叫菩提心 菩提心也包含了 我願意領受所有眾生的痛苦 我願把我的快樂給對方 譬如說我現在不會生氣了 願所有生氣的痛苦都給我 願我不生氣的快樂永遠給對方 你看不斷的 你發覺菩提心要包含後面 所要講的這個 從十一開始 來 我們念一下 貪圖自樂眾苦疾 利益他人佛心身 承擔他苦捨自樂 修教喚世佛子行 必須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奪我財 由將身材三十善 修回向世佛子行 我身原無何過錯 他人盡來斷我頭 與彼因身難忍悲 代受過世佛子行 彼雖百般詆毀我 謠傳惡生便三千 由懷生切悲憫心 佔他得是佛子行 不過講到菩提心 各位一定要深入經障 你才了解菩提心的意義 特別是華燕經 報恩經 心地觀經 妙法靈華經 一定要看 如果你不看 你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菩提心 因為佛陀從這個大乘經典 講到實際累世如何發菩提心的實修 生命奉獻的過程 心態 分析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覺得讀經 你一定要讀經 再配合論 只讀論不讀經 很可惜 那是一種機械式的 就是一個綱要而已 讀經 心就是你直接走入父母的心 佛陀的心 把佛陀的一個真實的行為展現出來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經律論都要 那當然律就是實踐 實踐了佛陀的經裡面所說的行為 那你一定要去了解菩提心是什麼 不然的話 未立眾生願成佛 就這樣很簡單 但是呢 他沒有在說菩提心的事情 所以我的師父 跟我的師公 包括真華長老 包括覺光長老 他們的特點是 這個人有沒有發菩提心 他跟他吃飯就知道 跟他聊兩句話就知道 而不是他是個博士 跟這個沒關係 因為菩提心 你必須非常用你的生命去表現出來 那你要修菩提心的方法 念佛 誦經 然後呢 清淨有菩提心的善知識 你才知道 就像一個人小時候沒有爸爸媽媽的愛 孤兒 那你就要去愛別人 他根本不會愛 孤兒怎麼愛別人 因為他不懂得愛 他只有一個殘缺痛苦的心 我小是孤兒 他沒辦法真實的去了解 真愛是什麼 一個人有了菩提心 他就不會有私人的感情 他也不會執著這個 那沒有菩提心 你就還要去追求一份愛情 追求一個依賴 追求一個成就 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那既然我們發菩提心 要幫助所有對我們有恩的母親眾生離苦 首先你要做的是 以前是你以自己為主 他人放在旁邊 那修了菩提心 開始你要以眾生為主 然後要把自己捨棄掉 你要講捨棄自我 承擔眾生 所以你以前沒有修菩提心的人 心裡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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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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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修了菩提心是 你要幹嘛 世界眾生要幹嘛 沒有你自己 所以你要開始這樣子做 所以貪圖自樂重苦疾 你追求自己的快樂 就是痛苦的開始 因為有這個我執 所有的痛苦 利益他人佛心生 誰不想生起佛心呢 那你要生起佛心 從現在開始你要 二十小時想如何幫助別人 二十小時想如何幫助別人 所以你在家裡 或是自己坐在車上 也在想如何幫助別人 車旁邊的眾生 像各位你現在會念 嗡嗡嗡辯詩咒 我們緬甸旁邊種了 這麼多的稻草啊 水果樹啊 你一定要對它念辨識咒 轟啊轟啊 又把這個功德 融入在這個水啊 稻米啊 水果啊 融入在這個商店裡面 希望這個商店 包括他們的家庭 都能夠得到 你所奉獻的功德 希望他們好 你一定要這樣修 如果你不是這樣修呢 菩提心對你只是一個理論 你沒有實際給人家一個感覺 一個感受 所以 承擔他苦捨自樂 要有這個決心 從今天 毫無條件的直至未來 把自己的快樂 布施給對方 而承擔了 所有眾生的痛苦 在你身上 堅定不移的 為眾生而成佛 要讓所有眾生成佛 你要不斷的 這樣去發願 這樣去做每一件事情 所以要開始改變 修交換 以前想自己 現在只想別人 所以各位你要開始練習 一個團體裡面 就像我們以前帶了很多小沙咪 我一看就知道這個人 最後一定還數 為什麼 他夾起來先講 我要的 講了一堆就說 然後他管別人嗎 不管別人 他可能會 很會讀書 在學校第一名 然後考大學很好的 這個 最後還是走了 因為什麼 他後來說 師父我不要出家了 我要做醫生 醫生比較有成就 比較好賺錢 因為他從自私的思想 他這麼努力 他乾脆去做醫生 他有成就 他去做法師 他沒 他就覺得犧牲太大了 所以各位要練習 不要自私 不要自私 那你這個你要必須經常修 這個教法 故意的 這個老人坐在那邊 願他的老給我 因為我的年輕給他 願他的病給我 願我的健康給他 然後一直這樣 很努力的 真實用心去接納 雖然我們現在 沒有真實的力量去 把他的痛苦 拉到我們身上 那至少我們有那個心 就像媽媽有那個心 再來 而且 第十二就是 不能有恨 修菩提心的人 沒有敵人 沒有恨 沒有排斥 但是我發覺現在有很多出家人 會去罵別的出家人 會去罵別的出家人 這是不好的現象 有慈悲心的人 別人犯錯你要去覆蓋他 私底下勸他 可以跟他講你哪裡錯了 你不能利用媒體的力量 利用大眾的力量 公開去毀謗對方 說他不是佛教團體 他不是修行人 那你在罵別人的時候 你自己就已經破了菩薩界了 這個千萬不行 所以對方雖然錯我 我們要懷得慈悲心 怎麼樣來私底下勸話他 敢話他 承貪他的苦 所以不能有恨 不能有對立 不然你就不可能有菩提心 所以比雖貪到我生物 這個人偷搶我的生命財物 或使他能奪我財 或是利用別人來搶奪我的財產 由將生財三十善 把我身體 把我財產 一天早中晚 古時候是四個鐘頭做一十 然後一天有六十 就代表他 每四個鐘頭所做的所有的善業 我一直回向給他 修回向 就是你缺錢 就是你在傷害我 所以我更要回向給你 我要跟你結善緣 我絕對不會去恨你 要這樣來修菩提心 第三 我生緣無何過錯 我本來就沒有做什麼錯 他人進來斷我頭 就把我抓去說要砍頭了 與比因生難忍背 這個時候一點都不怪對方 要死之前也要對對方 申起難忍能忍的悲心 忍受自己的痛苦 然後對他有悲心 代受過 是佛子行 你馬上舉手 是我 不要抓他 讓他有機會 所以我來承擔他 然後一輩子你都不用講 這是你的秘密 待受過是佛子行 那這樣你才可以消除自我保護 你才能夠承擔眾生 因為他的錯誤就是我的錯誤 同體大悲 他的快樂才是我的快樂 他的痛苦是我的痛苦 他的錯誤是我的錯誤 要這樣去修菩提心 所以各位聽我這樣講 我不是在講理論 我現在很怕研究佛學的人 研究得很有興趣 變成一種辯論 變成一種高低 而不是一種生命的實踐 這是佛教的悲哀 所以我去讀佛學院 讀兩個月我就離開 因為我跟我師父說 這裡面沒有菩提心 一下去把我給毀了 這不行 所以各位這個環境很重要 如果沒有菩提心 只是為了互相依靠 或是互相利用 那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事可殺不可辱 我們不能離開菩提心的這種心態 不能為了 如果你說現在有人跟我說 師父我現在沒錢 所以我去念念經賺賺錢 等我念了半年有錢了 我把經是蓋好了 然後我再來度眾生 這半年就把你的所有的菩提心 給消除掉了 各位佛教裡面這一點千萬句 不能聯合次要敵人 就是說先去造這個惡因 我將來再發菩提心 那個菩提心馬上就被你斷除掉 你只要有一個不正確的心態 從事一個虛偽的行為 殘取的就是虛偽殘取的 那你講那種話 那你的菩提心馬上就消除掉 消滅掉 這一點一定要注意 所以難得有生起這個菩提心 你不這樣去修交換修回向 到時代受過 你的菩提心就不能增長 所以第十四 就是比雖百般詆毀我 那這個人用用盡盡辦法在毀謗你 現在有網路 如果你要去翻網路 海濤法師 這個罵得可多了 從頭罵到腳 連我的俗名都拿出來罵 但是我覺得我們只能同情對方 更努力的去把它做好 但是你不能有一點點生氣他 你還要說謝謝你關心我 讚他得 所以比雖百般詆毀我 謠傳惡聲騙三千 所以各位不要不甘願 別人講你你就講講 那代表你這個人沒有悲心 所以我想修行是一種態度個性 而不是一種理論文字 這一點很重要 謠傳惡聲講整個世界都知道你不好 有懷生怯悲憫心 你一點都不生氣還想說 哎呀我做得不好 他才會讓他誤解我 讓他不小心照而言 我希望他能夠了解我 希望他離苦 一點點都沒有懷恨他 心中有一點愛 心中有一點恨 你的菩提心就不見了 記住這一點 所以各位特別是出家人對出家人要小心 因為大家住在一起啊 我看那個不習慣 你就是毀謗生人 因為你不要忘了他也是出家人 你也是出家人 你去討厭一個出家人 不喜歡一個出家人 去罵一個出家人 你就罵到三包 所以共住不容易啊 不容易那就是你可以修忍辱啊 你可以包容對方啊 對方白天不聽你講 你一晚上就朝著他的腳 一直拜 回向給他 跟他懺悔 隔天他早上醒來看到你還滿高興的 因為你拜了一晚上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功德他修道 你不這樣你怎麼修呢 沒有對方如此你怎麼修忍辱呢 所以不能搞派戲 不能吵架 不能互相的不高興 因為有這種 所以我在我們生團裡面我經常交代 如果你們兩個人一派 跟別人合不來 我會把你們兩個都開除掉 為什麼 你搞派戲 搞分裂 要好跟每個人好 不是跟那個人好 如果跟那個好 你們兩個是夫妻關係 搞同性念 那這樣就是搞派戲了 有愛跟有分別 那就離開佛法 我們不能說勉強勉強 為了出家人多一點就勉強勉強 湊合湊合 面子面子 那這樣有這種不好的基因在裡面 到場就不清靜 所以這一點要從自己做起 所以無論對方怎麼要傷害你 你都要這樣子的 修交換 修回向 待受過 讚哈德 各位要這樣背 先背三個字 這才是我應該做的 菩薩應該做的 詳細前面這三行 更詳細 很多善知識 包括大寶法王 都講了這個佛子行 三世紀頌 只要是善知識都會講這個 好 那我們 我看不要念太多 等一下各位會翻臉 我們把它念完我就不解釋 好不好 這樣就OK了 那就非常圓滿 但是我認為這個很容易 但是各位也去實踐了 不是解釋 我像我這個人很會解釋 但是我解釋不見得正確 因為各位中文可能都比我好 但是至少我盡力了 但是各位你不能說 佛經我看不懂我不要看 看不懂沒關係 看得懂了做得到就不錯了 佛經裡面有十萬個字 你能夠做裡面八個字 就已經不得了了 你不要說 有些人全部看懂了也沒做半個字 他只是在研究分析 他從來沒有去實踐的 我們佛教叫教法正法 這個教法是你可以了解 研究佛學的 但是最主要是你要去實踐它 那這才有佛法存在的必要 好 十五 大眾集會 必發難 皆我隱私出惡言 與彼反身上是祥 被恭敬是佛子行 我護彼人如親子 彼由是我似叩籌 正如母連重病兒 被悲悲是佛子行 同被獲諸行為哲 雖華傲慢呂欺凌 我意敬筆如上師 恒頂戴是佛子行 眾人清見缺資財 腹遭重病疾摩欽 眾生罪苦仁取受 無畏卻是佛子行 眾人清淨賦聖明 財富量其多聞天 因觀榮華無時益 離交慢是佛子行 內心稱惠未調伏 外敵雖福玄增聖 故因素心慈悲君 祥自心是佛子行 五欲本質如海水 隨意受用增機可 與諸能生愛取有 頓時捨是佛子行 世間所有為視線 心體離諸細論邊 了達能所本無二 不止意是佛子行 賞心悅是現眼前 因觀猶如下時紅 外敬雖美中非時 離貪著是佛子行 諸苦猶如夢喪子 忘之時有起煩惱 故於為原諱玉時 觀虛望是佛子行 求覺應須捨自身 況且一切身外物 故於身材盡捨卻 不忘報是佛子行 不忘報是佛子行 無界自立不能成 欲成立他其可能 故於三有不需求 勤護戒是佛子行 欲想福慧諸佛子 因觀願家如至寶 於諸有情捨願對 修安忍是佛子行 二聖行者為自立 尚情修如舊投然 為力眾生起善根 發精進是佛子行 聖身盡律生會觀 能盡除滅諸煩惱 知此因離似無色 修禪定是佛子行 六度不依智慧行 正等正覺不能成 善瞧方便三輪空 修智慧是佛子行 自身過時不在意 道貌黯然行非法 故當相訊橫行查 斷己過是佛子行 無明忘說他人過 突然減損自公德 於諸三聖修學者 不非他是佛子行 盤徒歷盡其爭執 文思修業將退失 故於親友施主家 離貪礙事行 粗言惡語亂人心 敗壞佛子諸行儀 故於他人所不悅 絕惡言是佛子行 煩惱沉襲則難改 進行常思對治法 貪等煩惱出生時 急摧壞是佛子行 當於何時行何事 身觀自心本面目 橫系正知與正念 修立他是佛子行 勤修諸行所生善 為除眾生無邊苦 三輪體空清淨慧 向菩提示佛子行 我依經緒諸論典 先賢聖眾所說義 未欲修學佛道哲 傳佛子行三七頌 財書學請文不經 碩學展讀難歡喜 然依經教聖者故 佛子行頌陰無誤 佛子諸行廣大孩 愚鈍如我難盡策 其願智者慈素佑 為禮不達諸過師 願以此善祭眾生 祇發聖俗菩提心 不住涅槃初輪回 成就等同觀世因 后面讲的就是除了改变你的态度 修知他交换忍辱 然后要进一步步施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修智慧 不但如此呢 还要能够步施爱与力行同事 那做一个菩萨 那就应该有菩萨的言行为模式 不能讲话骂人绝恶言 所以要施时断除烦恼 不能执着金钱利养 第三十七最重要的重点 三十七一百四十七 勤修诸行所生善 我们精勤努力的广修所有的菩萨行 所有的善根 所生的善根不是为自己 回向给众生 为除众生无量苦 希望众生得到你 你所有的累积累世 身口意的善根 能够布施给众生 那我们呢 自己就安住在 没有我没有你 没有这个善法的空性 三轮体空清净慧 只有追求成佛的菩提 追求佛陀的智慧 像菩提是佛子性 所以所做的一切功德 回向给众生 所做的功德回向自己 跟所有众生都成就佛道 成就佛道的智慧 那我想希望各位经常读诵 我刚刚听各位年轻的法师念 太好了 各位太宝贵了 你居然还懂中文 你还会念经 而且念了这个经中之经 三十七颂 那希望各位要发起一个勇气 将来透过缅甸话 透过歹族话 把佛子行 把大乘的精髓 把佛法的精髓 告诉对方 各位你不能客气 如果说我又没读书 我又没读佛学院 那我又哪里哪里不好 不要找自己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们都有佛性 不会讲话会变讲话 雅巴会可以讲话 所以佛法不可思议 只要你有那个愿 那今天我不能讲是我有障碍 所以我好好的礼拜 观音菩萨忏悔 就像求纳巴陀罗 忏悔了二十一天 观音菩萨给他换一个头 他不是中国人 他却可以用中国的语文 把华严经表达得很好 在中国推广华严经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真正的菩提道次第 而且真实的实修方法 所以这个世间太不可思议了 因为你上辈子你搞不好是印度人 所以你只要有这个菩提心 累世的善根就可以激发出来 你去学就很快 也很容易体悟 就像你读新经好熟啊 你读地藏经好熟啊 因为你已经读过很多遍 而且你在实践了 所以你就会跟他相应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小科阿包医生 乌汉蒙 交通防疫共同行 驾驶乘客好放心 不管是温疆大哥或是乘客 都要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 才能拥有舒适放心的乘车环境 大家大切要注意哦 第一 车内全程佩戴口罩 第二 尽量避免交谈及饮食 第三 可以打开窗户保持通风 第四 非必要不要乱碰触车内其他地方 付款时也可以使用 悠悠卡或行通支付 就不用烦恼你找钱 使他会碰触到其他物品 下车后一定要记得 用肥皂洗手或干洗手消毒 降低感染的风险 搭乘交通工具 防疫不松懈 安心搭乘 做彼此健康的守护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 佛教动画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